而中秋烤肉除了多吃了肉品之外 搭配的饮料也不容忽视 尤其许多人喜欢吃肉配酒量过多了 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营养师则是表示 酒类热量高 营养低 呼吁大家选择浓度低的酒品 而且适量小酌就好 避免伤肝胜又发胖 中秋院员人团员 烤肉几乎成了台湾中秋节 读书一个的习俗 还不止如此 饮酒文化也同样盛行 酒精更被认为是社交场合的润滑剂 不过酒除了不便宜 过度饮酒还会对身体造成许多害处 而且营养师也指出 酒的营养价值其实不高 它就基本上它就热量 没有什么营养成分在 那比较一样都喝一杯的话 当然是啤酒 因为啤酒的酒精成分比较低 中秋换聚之时 酒类的选择上 以低浓度的酒品适量小酌为原则 至于烤肉食材的挑选 营养师则建议 多元摄取食物种类 避免单去肉类 大部分除了叶菜类没有办法烤 大部分根筋类的蔬菜 比如说洋葱啊 青椒啊 南瓜地瓜这类 香菇菇类 菇类基本上都可以烤 中秋节人人风烤肉 但假期眼看就要结束了 不想反攻上班时 身材比月亮还圆 除了节制饮食外 运动也是维持健康体态的 不而法门 进行社交会 台移动事报道